吃包子看电影,大家好,这里是小龙包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爆笑鬼片《开心鬼撞鬼》 生前是过气女歌星的女鬼徐伴乡 这次受到了死刑勘地的照顾 为她挑选到了一个好人家投胎 她暗时来到了指定的医院 却持续等不到准备投胎的人家 原来她的妈妈在来医院的路上被开心鬼送错了医院 她好不容易来到她妈妈在的那个医院 又被开心鬼弄错了黄金号 她投错了她又跑了出来 而此时投胎的时间过了,她只能再等三天 三天之后她的妈妈肚子又开始疼了 却阴差阳错地再次上了开心鬼的车 在她准备进入妈妈肚子的时候 开心鬼在车里放了一首女鬼生前唱的歌 二话不说开始调侃女鬼唱歌难听 女鬼听到便捉弄了她 然而又一次错过了投胎的时间 她只能再等一个月 气不过的女鬼决定留在人家好好的惩罚开心鬼 她制造幻想,让开心鬼女朋友误会 害得她被狠狠地骂了一顿 她静着时间,让开心鬼不止输了球还丢了脸 告示上了班长和校长的身大闹了学校 还上了女学生的身跟着班里的混混来到了一个色情场所 用自己的法术让黑社会都进了监狱 看出端倪的开心鬼叫来了自己的前身 在两人过招之时,女鬼剪断了前身的辫子 前身和开心鬼都是缺了发力 为了制衡她,前身向开心鬼提议用爱感化她 在找到了附身在班长身上的女鬼后 她真情告白了一番 没想到中了女鬼的计,在她告白的时候 校长、学生和女朋友都听到了 开心鬼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爱情 看着她抑郁寡欢的样子 女鬼对她产生了歉意 于是她带着开心鬼一起吃了路边摊 一起玩游戏,一起在雨中漫步 而在这时,之前被女鬼弄进监狱的黑社会出狱了 她立志要解决掉那个女学生 这时小弟提出女学生是被鬼上身的想法 于是他们到了一个大室那里 拿到了成见女鬼的法器 抓住了被女鬼扑过身的学生 但几次尝试下来都没有用 在女学生被抓的时候 晃滚逃了出来找开心鬼求救 而此时女鬼到了最后期限 今晚12点要准时投胎 开心鬼和女鬼分开后 马上赶去救女学生 但此时失去法力的她 只能任由黑社会蹂躏 她被抛出窗户 千军一反之间 女鬼出现救了开心鬼 用自己的法力将屋子里全部的金属 吸到黑社会身上制服了她们 在她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黑老大拿出了法器对着女鬼施法 女鬼陷了行受了重伤 竟然开心鬼拼尽全力将她救下 但她离投胎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了 失去了法力的她 根本跌不起来 于是开心鬼只能开车送她去医院 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眼看女鬼不能投胎 即将永不超生的时候 全伤出现了 她将自己的辫子平上恢复了法力 她使用法力让车子在高楼间穿梭 在最后时刻还钻到了地下 终于在12点之前将她们送到了医院 女鬼依依依不舍地和开心鬼道别 两人做了约定 18年之后再续前缘 影片的最后 随着一声啼哭 女鬼来到了世上 这部港片也许并没有什么 深刻的意义或博大的主题 但在童年时带给我们的快乐 却是观影最美好的回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